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天气还是十分炎热 杨小珊走在茂密的丛林之中 竟未感受到一丝良意 此刻的她身上的棍伤还未痊愈 双脚却是剑步如飞 不用说 她想尽快去到那个美轮美奂的人间仙境中 找到那个神秘莫测的黑衣人 当面向她表示感谢 她心里很清楚 这次能够死里逃生 逢凶化吉 一定是她奔走相告 暗中相助的结果 穿过熟悉的山洞 往前再走二三里地 就是那个黑衣女子的住处 本来 杨小珊做足了心理准备 但到了此刻 她还是有些激动 紧张 她会不会像上次一样 态度蛮横地让自己滚蛋 还有 见到她的第一句话 该怎么说 一系列问题 不时又在杨小珊脑子里浮沉 搞得她更是心神不宁 山洞之外 有一片透着清香的竹林 竹林旁边 有一条流水潺潺的小溪 杨小珊见那溪水清澈 忍不住停下步来 蹲到溪边喝了几口水 再用她洗了一泡脸 这溪水不仅冰凉 还十分清甜 无论是捧来饮用 还是用来洗脸 都是一种享受 在饮水之时 杨小珊忽然从明镜如镜的水面发现 她的胡子已经长了 导致整个人看上去 没有一丝精神器 她赶紧掏出那把护身用的短刀 对着水面刮起胡子 修起面来 这把短刀曾被捕快搜走 但随着案情水落石出 她最终也无归远主了 片刻之后 杨小珊重新踏上路途 静止朝那黑衣女子的住处走去 大约走了上百步 她忽然听到一阵 乒乒乓乓的打斗声 从前方不远的草屋中传来 杨小珊心头一惊 这里怎会有人打斗 难道是有不速之客 闯入了那黑衣人的境地 正寻思间 她又看到一男一女 个持长剑 破无而出 飞到房顶上又激烈地打斗了起来 那男子大概有三四十岁的年纪 满脸胡子 穿着缩衣 戴着斗笠 看起来有些怪异 那女子正是杨小珊 所要寻找的黑衣女人 不过这日 她换了一身白衣 长发从肩上垂下来 看上去仙气飘飘的 但她脸上仍旧戴了个老太太的面具 不知她有何用意 二人在房梁上斗了一阵长剑后 又跳入了房中 继续打斗 虽然那女子剑法精妙 盛气凌人 但杨小珊早发现她体力不支了 若再这样打斗下去 她肯定要吃大亏 杨小珊救人心切 赶紧抓了护身的短刀 悄悄地摸到了屋外 果然 跳入房中后不久 那女子嘴里就喘起了粗气 手上的动作不仅慢了 还十分凌乱 那男子抓住机会 猛地使出一招游龙惊凤 啪嗒一声 竟将那女子长剑挑落在地 与此同时 她手中那把闪着寒芒的长剑 也抵在了那女子的脖梗之处 那女子瞬间不敢乱动 那男子健壮 不由地冷声笑道 师妹 我就说过 你始终是斗不过我的 嗯 他们是师兄妹 难道他们刚刚在切磋无意 闻言 杨小珊竟是大大的吃了一惊 没错 我说了 要杀要寡随你的便 那女子态度生冷地说道 不知怎地 杨小珊听到这话 竟是一阵窃喜 看得出来 这个男人 对他是心生爱意的 而他 刚刚那一句话 则表明了对他不太感冒的态度 我记得你在下山之前 曾按案发誓 谁取下了你的面具 你就嫁给谁 是不是啊 那男子冷笑一声 渐渐忽然往上一跳 只听斯拉一声 那女子脸上的面具 竟从中一分为二 掉落在地 也就在这个瞬间 杨小珊看到了 面具下隐藏的那张惊为天人的脸蛋 跟他所猜想的一模一样 没错 这个戴着老太太面具的神秘女人 其实是一个长相绝美的妙龄女子 陆长风 你疯了吗 那女子两眼一瞪 又要出手 那个叫陆长风的baby小人 却拿剑尖抵住她的翘脸道 没错 敬林小师妹 这些年为了找到你 我确实都快疯了 我警告你 你不要乱动 否则我就把你的脸滑滑 让你变成一个真正的丑老太 原来这位女侠叫敬林 这名字真好听 此刻 海猫在窗外偷听的杨小山 又是惊喜 又是愤怒 喜的是她终于看到了 敬林的庐山真面目 并知道了她的名字 怒的是陆长风这坏蛋 却还拿剑威胁她 若不是考虑到自己打不过她 杨小山肯定早就冲进去了 陆长风 多说无意 看在同门一场的份上 你赶紧杀了我吧 敬林似乎不愿跟陆长风多谈 一心求死 陆长风哈哈笑道 你这么漂亮 我为什么要杀了你 回答我刚才的问题 你下山之前 是不是曾发过誓 谁取下了你的面具 你就嫁给谁 你 那晚你偷窥我 敬林气得直吹鼻子瞪眼 陆长风继续笑道 那不叫偷窥 那叫偷偷地爱恋 baby 杨小山在问候陆长风老祖宗时 这才明白过来 原来这个敬林姑娘 还曾发下了这样的毒誓 怪不得当初她醒后 会那么激动地拿剑指着自己 谁要你爱了 我就算死了 也不会嫁给你的 你就死了 这条心吧 这时 敬林又怒冲冲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陆长风依然没有生气 继续笑着 我长得很丑吗 你为什么就不愿意嫁给我呢 嫁给我的话 我可以把我的剑术全部传给你 还可以跟你一起去挖师傅留下的宝藏 说来说去 你不就是冲着师傅那张藏宝图来的吗 实不相瞒 我下山的时候 师傅并没有把藏宝图交给我 要不然的话 我早就找到那批宝藏 把它分给穷苦之人了 我也不用冒金花婆婆之名 劫富济贫了 敬林抢断道 听到这里 杨小山才知道 这个敬林 竟是劫富济贫的侠女金花婆婆 心中对她的敬仰之情更甚 你是师傅的关门弟子 他怎么会没把藏宝图交给你 难道他带尽了棺材中不成 陆长风听到这话 显然是不能接受的 以至于他脸上的笑容 很快就消失不见了 你不还是他最得意的弟子吗 师傅他老人家 可能做梦也没想到 你竟会为了他那笔所谓的财富 对我们其他几个师兄弟 痛下杀手吧 敬林的一番话 再次将陆长风激怒 只见他面色一脸变道 不 你骗我 师傅的藏宝图肯定在你这里 快把它交出来 不然我就搜你的身了 你敢 敬林愤怒至极 却又无还手之力 陆长风凝声笑道 我有什么不敢 说着 他伸出左手 不虚不及地朝镜里摸去 你去死吧 在这千军之际 杨小山一脚踹开了房门 猛地将他手里的短刀 朝陆长风后背置去 虽然他身上还有旧伤 但这并不影响他手上的力道 只听搜的一声响 那把短刀的刀身 竟全部没入了陆长风的后背之中 陆长风啊得一声惊叫 后背瞬间被鲜血染红 可恶小儿 你竟敢偷袭我 也就在这个瞬间 陆长风发现了刺他之人 慌忙转过身 挥剑去刺杨小山 杨小山伸手敏捷 慌忙左躲右闪 他心里很清楚 这样跟陆长风折腾下去 他必然会因为失血过多而晕倒在地 到时他就可以给他来个瓮中捉鳖 靖林见陆长风去刺杨小山了 他赶紧捡起了地上长剑去追陆长风 陆长风身负重伤 不敢恋战 假意跟靖林斗了几下后 便喘着粗气往外跑了 他心里也很清楚 再这样耗下去的话 他必然被二人拖死 所以 三十六计 走才是上计 于是很快 这小子便消失在二人的视野之中 杨小山见这家伙跑远了 这才一脸兴奋地问靖林道 靖林姑娘 你没事吧 你刚刚在外面都偷听到了 靖林反应过来 冷冷地弯了杨小山一眼 杨小山不置可否地点点头道 我 我是无意中听到的 你放心 我的命是你救的 我绝不会把今天听到的事告诉任何人 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我只相信 死人才不会把秘密透露给其他人 很显然 靖林不相信杨小山的话 所以 他把冰冷的长剑 放在了他的右肩之上 若是在以前 杨小山肯定会下的跪地求饶 但是经历了生死之劫后 他把一切都看得很淡然 不由地慷慨笑道 我的命反正都是你救下的 你现在要拿去 我是没有一点而易见 你怎么知道是我救了你 靖林争了争 轻声问道 杨小山笑道 除了侠客金花婆婆能知道曹二他们的阴谋 又还会有谁知道呢 你好像什么都知道了 靖林再敢震惊 杨小山点点头道 差不多吧 所以你若要杀我的话 就赶紧动手了 你走吧 让杨小山没有想到的是 靖林忽然收了长剑 让他赶紧离开 杨小山不解道 我知道了你那么多秘密 你为什么要放了我 靖林沉着脸道 你曾经救过我一命 我也没忘 一命抵一命 这次算是扯平了 不过下次 你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赶紧走吧 别让我改变主意 你跟我一起走吧 你那怒师兄已经找到了这里 等他伤好之后 肯定还会来这里找你报仇的 杨小山极力相劝 但是靖林吃了秤妥铁了心 要留在他的室外桃源里 杨小山无奈 只得姓姓离开了 等他回到家时 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杨父 杨母早在院门口 翘首期盼了 见儿子终于平安归来 父母亲不禁抱着这小子痛哭起来 边哭边道 杉儿啊 听爹的话 以后别出去了 就在家老老实实的重点而定 再娶个媳妇 好好过日子吧 杉儿啊 娘年纪大了 经不起折腾了 你听你爹的话 留在家里好好过日子吧 不要再出去卖货了 看来 这次的事情 对父母亲打击不小 杨小山为了不让二老伤心 赶紧假意地点了点头道 嗯 不出去了 以后就在家里陪你们 到晚 一些友善的邻居 也拿了酒肉 来到杨小山家里 庆祝他涅槃重生 杨小山喝了不少酒 但因为惦记着侠女静临的事 这晚他竟没睡着觉 次日一早醒来 他又想去到静临那里 偷偷地给她熬点儿鸡汤喝 谁知 还未出门 老娘就拉住她手道 杉儿啊 今天咱们村的周媒婆 要跟你说美 你赶紧换身新衣 一会儿她就带你去 女方家里走动走动 娘 我不去 杨小山一口回绝 自从见了静临的盛世荣言后 她忽然觉得其他女子都是凡夫俗你 你为啥不去 老娘冷哼一声 猛地揪住她耳朵道 难道你要气死我和你爹不成 我 我想自己找个新衣的 杨小山不会说谎 只得小声之舞道 老娘瞪眼道 婚姻大事 都凭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哪有自己找的 你别给我耍花样了 一会儿乖乖给我出门去 为了让杨小山尽快成家 老娘便亲自带着她 跟着周媒婆一起 去女方家走了一圈 女方是邻村的 名叫方敏 长相一般 但因其父是个老学究 家里董仙文墨 竟要二十两银子的彩礼费 姚母听到对方狮子大开口 有些犹豫不决 这时 对方的媒婆就说 方敏长得如何漂亮 人又是如何勤快 贤惠 娶回家绝对不会吃亏 在那个年代 男女双方未成婚之前 基本是见不到面的 因此 杨小山和她老娘 并不知道方敏长得如何 如今听媒婆说的天花乱坠 杨母当即就动心了 于是立即掏了十两银子的彩礼金 做订金 等成婚当天 再把剩余的银子送上 方家人见杨家人如此慷慨 也就笑着同意了这门亲事 这个时候 杨小山就是想摇头表示反对 都是无效的了 闷闷不乐地回到村中后不久 木匠徐飞忽然气冲冲地 找上门来道 杨小山 你还是不是个人 咋啦 杨小山不解 一脸纳闷地望着徐飞 他自幼跟这小子一起长大 一起放牛打猪草 关系很不一般 他从未想过 他们二人会怒脸相向 你明知道我娘去方敏家里提亲了 你们却从中插上一脚 要把那方敏娶了是不是 徐飞很是生气 边说边挥起了拳头 杨小山这时才得知 就在前一天下午 徐飞的老娘也找媒婆去方家提亲了 不过他们听到对方要二十两银子的彩礼后 就犹豫不决了 没想到这日 杨小山老娘又带他上门去提亲 而且许下了二十两银子彩礼间的承诺 对方见杨家如此慷慨 自然同意了这门亲事 徐飞得知这件事后 受到了打击 他认为是杨小山横刀夺爱 坏了他的好事 于是不容分说 给了这小子两全 杨小山哭笑不得的大笑道 正好我一点二也不想取那个方敏 不如这样 我送你二十两银子 你自己再找十两 凑够三十两 送到方家 表明你的心意 方家见钱眼开 一定会退了我这边 最终答应你这边的 嗯 还有这等好事 徐飞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慌忙抱住杨小山 热泪盈眶地问道 小山 你刚刚不是骗我的吧 你真愿意给我二十两银子 让我去方敏家求亲吗 当然了 君子一眼似马难追 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件事才行 杨小山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徐飞哈哈笑道 只要能让我取上方敏 别说一件了 就算十件 我也答应 好 那你赴耳过来 杨小山将嘴凑到徐飞耳边一阵细雨后 徐飞哈哈笑道 放心 这是我的拿手好戏 为了你的后半生幸福 我一定帮你办好这件事的 看到徐飞信誓旦旦地点头 杨小山果断拿出了 压箱底的二十两银子 催促他赶紧送到方家去 果然 午时刚过 梅婆舟就匆匆找上门来 哭着脸对杨小山父母说道 老哥哥 老姐姐 我对不住你妈 呜呜 万万没有想到 方家得了徐家三十两银子 竟然不同意跟你们家的亲事了 说吧 他拿出了十两银子的定金 什么 这是竟让徐飞那小子杰族先登了 当杨家二老听说了事件始末后 竟是气得一阵垂胸顿足 连连大骂方家背信弃义 见钱眼开 只有杨小山还是暗暗一阵惬意 连连安慰道 爹 娘 方家不同意也没关系 天下还有这么多人家 我不信就找不到一个好姑娘家 二老经过一番劝说后 自然也就想开了 三日之后 徐飞大婚 杨小山还去讨了一杯喜酒喝 徐飞心里很清楚 若不是这小子鼎力相助 他现在怎能娶到老婆 于是叫来爹娘 好好将杨小山感激了一番 杨小山打着哈哈 攀着徐飞的肩膀道 你别忘了我的事情 就是对我最大的报答了 放心 我明日就随你上山 徐飞拍着胸脯 信誓旦旦做了保证 原来杨小山担心陆长风 还会去静林那里使坏 而静林又不愿从深山中搬走 他只得让徐飞去静林的屋子四处 做些机关 以防不测 徐飞做了快十年木匠了 技术精湛 对于各种机关暗器 都很失了解 因此为了帮好兄弟杨小山 抓到那个陆长风 他悄悄在静林的住处外 布下了三十六岛机关 当然 这一切都是杨学二人 背着静林干的 过了半月 陆长风后背的伤好了 这丝果然体质常见 杀气腾腾地来到了静林的住处 找他和阳小山报仇来了 当然 为了防止再被人偷袭 这次 陆长风还带来了两个帮手 这二人都是武林中人 军事武艺不凡 这日午时 静林吃了午饭 闲来午逝 正在院中树荫下小气 陆长风忽然带着二人踹开了院门 望了望四周道 师妹 上次偷袭我那个小白脸呢 快让他出来 不然我对你也不客气了 他不过是一个 手无腹肌之力的路人而已 你何必跟他一般见识 静林看到三人杀气腾腾 估计今日少不了一场恶战 赶紧提起身边长剑 从两椅上站了起来 哪知这时 杨小山的声音忽然从小屋东北部的一片竹林处传来道 姓陆的 姓陆的 娘爷爷在这里等候你多时了 有本事你就来抓我啊 小贼可恶 竟敢这般挑衅陆大侠 看我不将你碎尸万段 陆长风所带来的两个武林高手 很快寻着声音 去到了竹林里 然而 二人还未站稳脚跟 竟被从天而降的一排排竹剑 射成了两个剑人 杨小山和徐飞站在竹林旁的缓泊之处 看到二人的惨状 不由地哈哈大笑了起来 直到这时 静林才知道这二人在竹林里布下了机关 心中自是十分感动 陆长风剑同伴被刺 心中万分着急 赶紧提了长剑 要拿静林试问 杨小山见状 立即失声大叫道 静林 你打不过他的 会计屋 屋内还有许多机关 静林听了这话 自然当了针 于是假意招架了几件后 把腿就朝他坊中奔去 陆长风害怕进屋后被乱剑射死 不敢轻易再追静林 只得提起长剑去追杨小山 伺机将他拿下 谁知 他跑出院门 一张大网忽然从天而降 吓得这小子一个百米冲刺后 就地就是一个打滚 结果 还没滚的几下 竟掉入了屋外的一个陷阱之中 那个陷阱内插满了锋利的竹剑 陆长风掉进去后 虽然没被竹剑扎死 但却扎了个半身不随 比死了还惨 这还真是自作孽 不可活啊 故事的最后 侠女静林被善良小伙杨小山所打动 不但嫁给她做了老婆 还为她生了两儿一女 而杨小山后来靠着静林的指点 卖起了阁步 竟发了大财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至于陆长风所寻找的那张藏暴图 就不知到底存不存在了 可怜这个家伙 千机算尽 最终却落了个不得好死的下场 这还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啊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看完这个故事后 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 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